整起事件的經過呢 我們從一開始帶您來還原 今天中午發生掉落的這個 你剛剛看到的就是一個塔掉 它掉下來的時候呢 是先砸到了 它正在正在進行這個建設的工程 砸完之後才砸到了台中捷運 才會造成這個行徑中的車廂毀損 那掉落的地點呢 這個地方其實是剛剛跟您說到的 新復發的建案 當然是從至少三十一層樓高的地方呢 這個掉壁就因為不明原因 直接呢是先往下垂落 然後呢在掃過建築物之後 然後就整支掉壁掉了下去 掉下去的時間點呢 大約是時間十二點二十七分左右 之後呢就像剛剛跟您說的 直接就砸到台中捷運的一列往南的列車 那這一列往南的列車呢 其實當時你可以看到 捷運系統上面的這個棚架 是被掉壁直接砸毀 砸毀的地點呢 還不止一處 還有包含我現在手筆的這個地方 另外還有往前的這一處 那砸下來之後呢 由於衝擊力道之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掉壁是直接彎曲下來 然後直接懸垮在辦公中 那也因此呢 捷運的這個地段 風樂站在第一時間 是馬上停止載運乘客 那底下的這個 汽車以及機車 所使用的這個路段呢 其實是文新南五路 跟文新路口 當然也因為這個 你剛剛看到這個鐵架 掉下來了的緣故 所以呢 這個路段當然也受到了影響 那這個掉壁呢 它其實是一路上下延伸 你在畫面當中 沒有看到的地方 是它一路延伸到了人行道 所以呢 你可以想見這影響的範圍其實並不小 那這個棚架裡頭又是什麼呢 也就是剛剛跟您講到的 捷運車廂被直接衝擊 這一張照片呢 就是直接帶您來看這個量架的鐵條 因為呢 在掉落的過程當中被撞斷了 所以你就看到 整支呢 這一截鐵條是直接插進了捷運側邊的這個擋風玻璃 而這個戳進去的位置呢 其實就是乘客的座位 所以呢 當時可以說是相當的危險 當然整片玻璃呢 你從這張照片當中看雖然沒有完完全全的碎裂 但是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個位置 鐵條是直接插了進去 而且是大半截 就這樣形成了一個大洞 所以當時呢 列車長當然第一時間是緊急剎車 來避免後續的危險 不過呢 鐵條的另外一段 只要來看我們其他的這個獨家畫面 就是在鐵條插進去之後 當時呢 在車廂裡面的這一些乘客 在第一時間 他們其實是不能夠下到這個捷運的鐵軌上面 來做梳離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這個鐵軌上面呢 其實還有通電 因此呢 其實第一時間這個相關的工作人員 也是趕緊先把這個電力給終結之後 旅客呢 才可以從你現在看到的這個鐵軌來做離開 那當時呢 還有這個捷運上面的一些鋼板等等的 你也看到是直接掉在了軌道上 那這張照片呢 就是跟您說 剛剛這個梁架呢 在穿過這個玻璃之後 似乎還延伸到了對座 而且呢 你再往裡面仔細一看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鐵條的地方呢 其實插進去的第一個時間 是在這個粉紅色的座椅 就是博愛座 因此呢 當時這一排的旅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東西其實都還放在位置上頭 甚至這個地方呢 還有行李箱留在車廂的正中間 不過呢 當時這個行李箱旁邊 其實是一般捷運的座椅 也都直接掉在了車廂的正中央 直接堵在正中間 所以可以見得當時的撞擊力道 那畫面呢 離我比較近的這一整排 右邊這一排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座椅幾乎都稍微傾斜了 所以這一排呢 整片包含車門也直接掉了下來 這邊是掉了一整片的車門 那如果你再往前看呢 掉的是半片的車門 那玻璃當然不用說了 玻璃幾乎是碎成了蜘蛛網狀 所以呢 就因為這樣子的天外橫貨 稍早呢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統計大概是八人的輕挫傷 不過呢 因為這個車廂的門板掉落 所以後續我們得知 有一名女子 他掉出了車廂外 而且呢卡在車廂的底下 當然第一時間呢 人就出來了 而且馬送送醫院 但是最後還是回天乏術 不過針對整個掉落之後 在車廂裡面的狀況 其實我們稍早也為您訪問到了 一個人正在捷運上頭的江先生 帶我們來還原當時的狀況 剛開始從豐樂公園站出發的時候 大概20秒左右 就聽到前面突然有乘客喊說快跑 然後沒有人知道什麼原因 就看到很多人開始跑 那我就跟著跑 然後接下來就遇到很大的衝擊的聲音 就開始煙霧瀰漫了 那你當時有感覺到有震動嗎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感覺 有 就好像是有東西直接 像鐵塔尼號一樣 冰箱鎮鐵塔尼號一樣 就是從車身側面這樣 一路這樣子 這樣滑過來 這種感覺 是 因為我們現在手邊的照片 有看到其實車廂裡面 算是滿混亂的 尤其是看起來好像有 這個門是直接壞掉 而且往裡面竄 所以您當時所在的那一截車廂裡頭 當時的這個狀況 有像我剛剛敘述的這麼嚴重嗎 有 就是很多片門 是直接往裡面導進來的 然後好像有東西 插進車廂裡面來的感覺 那當時跟你同車廂的乘客 他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也是也是也是跑 然後等到車子 車子大概只有撞擊之後 應該五秒鐘就停下來了 差不多五秒鐘 然後就開始大家就互相問說 有沒有人受傷 好 那江先生您有受傷嗎 我們這邊也問一下 我沒事 我沒事 但有好像是有一個外國人 還有四個人受傷的樣子 就是都是頭部受傷 是獵傷而已 是 剛剛其實我們的記者 在現場呢 其實有訪問到這個其他的乘客 因為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似乎好像是不能直接逃跑 因為這個軌道上有通電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回溯一下 當時是有任何的工作人員 來協助我們乘客下車嗎 有 有 有 第一時間那個當務人員 就跑到前面來 就是檢視傷員 然後開始就有人就說 是可以下車的 那後來是專務人員 有來阻止我們說 現在不能下車 請我們先留在車上 好 那大概過了一分多鐘之後 才跟我們講說 現在可以下車了 這樣子 那他們跟您說可以下車是 呃 有這個相關教會是直接走到車廂裡面 還是透過廣播呢 呃 廣播 呃 是直接有人員 直接跟我們講說現在可以下車了 然後我們再走到滾道上 是 那你們從軌道再走回這個捷運站 大概中間路程有多久時間 呃 因為它出發沒多久 應該我們大概走了一分鐘左右而已 不到一分鐘 那您下車過後有看到當時這個鋼梁砸到的地方嗎 有 我們從捷運站的內部往外看就看得到了 就很清楚看到那個鋼梁直接橫穿過那個軌道的那個樣子 是 那你們在下車回到捷運站之後 因為我們手邊掌握到是有至少八個人受傷 所以第一時間這個消防單位 另外還有包含救護人員到現場的速度 可不可以大概跟我們說一下大概多久 其實反應滿快的 我在上面大概看了大概一兩分鐘之後 下去之後第一台救護車就來 其實滿快的